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尤其是民进党那种 别人的孩子死不完的 政客假圣母的嘴脸 杀警犯 杀了两个警察 逃亡带着枪 台湾的警察 17个小时里面 火速找到锁定 追捕逮捕回来 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 当然有很多的帮助 可是这个社会 竟然开始检讨警察来了 要究责 废死联盟啊 然后那些人权团体啊 开始一个个出来嘴啊 说我们要检讨警方啊 你在追捕的这17个小时里面 你又流出两个通气犯的照片 资料 口卡 伤害人权 我请问一下 这个人权假圣母啊 所以警察是神吗 两个警察 去抓一个偷车的贼 警察在明 偷车贼在案 警察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偷车贼 是从监狱里面逃出来的逃犯 警察被杀 全台震动 然后警察开始找 到底是谁 到底怎么样 一步一步还原 一步一步锁定 追查 逃犯 带枪 杀警的罪犯 你不需要花时间 你很怕他带着枪 带着十几发的子弹 在整个社会里面乱窜 所以你争分夺秒 一个一个比对排除 这些民党政客 你们是不是人啊 然后这些人权圣母说 哎呀 这个资料啊 是基层警察流出来的 真的吗 你有证据吗 是媒体爆料 北部的媒体 那是谁 你告诉我 再退一步说 流出来那两个通缉犯的资料 叫那两个通缉犯 赶快跑到警察局说 不是我杀的 不是我 那个人不是我 警察逮到两个通缉犯 这不对吗 难道你应该要掩盖 通缉犯的资料吗 难道老百姓不应该知道 我们身边跑来跑去 走来走去的 不是通缉犯 就是从万一街里面 放假回家出来玩的罪犯吗 那这两个通缉犯 去自首了 不就早就应该发生的事吗 这两个通缉犯 逃了多久啊 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回笼了 不是很好吗 难道你还要把这个通缉犯的资料 你要保密列为最高机密 封存三十年吗 你以为是蔡英文的论文吗 那如果这个杀警的林姓吴 你知道他什么罪 两个强盗罪加上两个妾盗罪 合并起来才八年了 然后还让他到外狱间 吃好睡好 养好还可以回家 去度假 结果他回家不回来 不回来一个多礼拜 监狱没有通报啊 所以老百姓不知道 他到处跑 如果不是因为赌职 失职 纵犯 我们两个警察 现在还好好的活着 再退一步说 如果当时他已经出来的时候 整个台湾社会 都是这个林姓吴的照片 提醒大家 这个人是通缉犯 任何人看到他 赶快通知警察 那么警察一看到他 就知道他是通缉犯 就不会毫无防备啊 他的脸 他的资料 他出某地方 不用提醒大家吗 那今天 爆出两个通缉犯的照片 口卡 资料 名字 错在哪里啊 这种人权假圣母 这种心态 就是别人的孩子死 误完 哎呀 我人权 通缉犯 有人权吗 这我们老百姓 我们人民 没有人权 那通缉犯 不用告诉我们 那还叫什么通缉犯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不只是在 保护杀人犯 不可以判死刑哦 要轻判哦 杀一条人命 判个五年六年哦 我们还要保护诈骗犯 然后现在我们还要 全民来保护 通缉犯吗 警察拼命抓恶魔 这些人权假圣母 废死假圣母 民进党假圣母 拼命纵犯恶魔 所有的脏活 垃圾活 都给警察干 所有的漏洞 破网 都让警察去补 假圣母跟政客 当然可以冷血 因为 反正死 不是他们家小孩 别人的孩子 死不完 这是台湾常讲的一句话 哎呀 别人的孩子死不完 表示你是冷血 也不在乎 因为死了不是你家小孩啊 殉职原警的大姐 涂 涂姐姐啊 她在殡仪馆 大骂 哭诉 愤怒 骂废死联盟 骂监狱官 骂这些政客 命纵犯网 那一件九成就要血流过指标的 法务部长 讲座署长 你们所作所为 每一步都在践踏 每一个 手挥移毒的心 你们知道吗 民投外域间的 典域长 杜聪典 长官 你的气上满下 就因为你是政务官吗 就爱了你的 你保官的士徒吗 如果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 明辰跟 论中 明辰跟论杰 会这样 踩死在荒家园外吗 这一句话 是我代表受害遗嘱的心情讲的 这一句话 是我代替那些 每个晚上流眼泪 睡不着的受害遗嘱讲的 结果在旁边的 游习坤 还有站在旁边的 陈大立委 都是民进党的 游习坤又是废死的 在那边假惺惺的安慰 都是你们立法通过了一条一条 纵犯罪犯的恶法吗 人不都是你放出来的吗 对不起不是人 这些恶魔不都是你们放出来在路上走的吗 美国搞颜色革命 很重要的武器是国会跟媒体 美国颜色革命的平台 国会跟媒体 那媒体有它政府 自己出钱的 控制的媒体 也有 外包的 就是那些一般的 BBC CNN 这种的 那今天讲两个 美国之音 跟自由亚洲电台 这两个电台啊 一般人很少看 但是 发挥关键的作用 台湾的商人曹星成 他过去是靠国民党靠奖家 起家有钱的 把政府的资产变成他个人的 那后来他入籍新加坡了 现在又说 哎呀我要放弃新加坡 他说我要回来台湾入籍啊 他说我要捐出一亿美金 我要来资助团体 跟个人反共 大家都瞧不起他 朋友都瞧不起他 但他得意养养 他为什么得意养养 你说他背后有谁 告诉你 访问他的叫做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 就是美国政府成立的一个宣传 跟情报组织 大家都知道啊 美国到处搞颜色革命啊 今天推翻那个国家 明天制造一个内乱啊 后天搞颠覆啊 你以为只有军火啊 军火是最后的啊 前面先成立很多NGO 然后美国国会要出钱通过法律支持NGO 然后成立很多美国政府的宣传机构啊 冷战期间 美国对付苏联除了军备竞赛 还有科技战 经济战 外交战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化战 跟意识形态的战争 文化跟意识形态的战争 不但可以从外面打击这个国家 它对外的形象 对外的争取的有意义 可以在国际产生反对这个国家的普遍的力量 可以巩固美国作为龙头的地位 更重要是可以制造对方内部的矛盾 从里面瓦解对方 攻破对方的国民的心理防线 堡垒从内部瓦解 摧毁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 那你文化跟意识形态 你要打这个仗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 当然就是媒体战 而美国啊 对别的国家发动舆论战 媒体战 有先天的优势 因为英语啊 本来在国际上就是最普遍通行的一个国际语言 那也因为美国 英国 德法 这四国 在国际长期经济媒体的影响力 所以你看所谓的国际媒体 就是美国媒体 英国媒体 德国法国媒体 那再加上日本媒体 基本上就组成了一个被大家认为 哎呀这个叫做国际主流媒体 美国官方有种种的手段可以影响这些媒体 收买 给预算 各种各样的 但这样子还不够 还不过瘾 还不直接 你还是需要一个迫切需要一个官方的直接管道 很多有名有姓的大媒体 你真的要叫他弄假消息 他弄的不温不火 不好看 他要你先给他一个新闻来源 你要颠覆的国家里面培养人 你这边你用一个政府的假媒体 你来培养情报人员 这个情报人员还可以当成是媒体人 可以大啦啦的传播假消息 然后再让明媒正派的大媒体 明知要假消息 但我有消息来源呢 我就可以引用 所以美国当然就不客气了 就开始跟你搞了 我们说过了 二次大战以后 开始冷战 1951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就开始搞媒体了 人家已经搞了70 1942年二战期间 还在打二战呢 美国就成立了美国之音 经费怎么来 国会拨款 那人家美国之音说 我们不是政府组织 我们是NGO 我们是不应利的 但是它是美国国会拨款 美国国际媒体署管理 那你美国之音下面还有广播电台 还有电视台 用47种语言制作 然后等二战一结束 1947年开始 美国就开始对苏联广播了 1953年开始 美国之音 不只对付苏联 它也开始对付中国大陆 对中国大陆广播 越广播越来劲 对中国的广播更加成为重点 还增加电视广播 那但是 只有一家 不够啊 所以 接下来 另外一家 自由亚洲电台 就开始 就开始粉末登场 他自称啊 我们私营啊 我们非营利机构 我们不是政府组织啊 我们的员工也不是美国政府的员工啊 不是公务员呢 但是他每一块钱都是美国国会拨款 他现在自由亚洲电台更是直接由美国的驻华大使馆的列经费 国会通过 然后说 他说我们是公正客观的哦 哎 对 公正客观 公正客观美国政府决定 美国政府给钱 他的老板美国政府指派 明明是代表美国政府的利益 要来颠覆中国 但他说我们保护新闻自由啊 我们不经审查 不经审查 只有美国政府可以审查 当然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开始也是从1951年开始 美国的CIA建立一个自由亚洲委员会 Community for Free Asia 哎呀 他们自由这两个字多好用 人家从1951年就开始用 他做什么宣传呢 两个字反共宣传 总部在美国的旧金山 然后就开始 这个委员会就开始有自由亚洲电台了 在菲律宾 在孟加拉 在克拉奇 就开始对中国 广播 在日本的东京有办公室 为什么办公室放在日本东京 你说呢 好等到苏联一解体了 因为苏联解体之前他第一敌人是苏联 中国只是第二敌人 苏联解体之后呢 我可以把苏联搞垮 接下来我要对付中国了 中国是唯一敌人 那当时啊 还是参议员的 Joe Biden 拜登 他就说 中国是个残酷的体制 然后他就开始准备立法 要弄钱 弄个法案 要来对付中国了 他说 我们要模仿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欧洲电台 搞垮苏联嘛 所以我们要搞一个自由亚洲电台啊 那 柯林顿 在竞选期间 柯林顿还说 中国有朝一日 中国有朝一日 也会不 苏联跟 东欧的后尘 所以 柯林顿 就是一以贯之 要瓦解中国 美国共和党 民主党 都是要瓦解中国 要把中国 变成第二个苏联 1994年 美国国会 就通过了 国际广播法 并且 柯林顿 立刻签署 成立 自由 亚洲电台 第一笔拨款 就是三千万美元 当然这个前面 有一步一步 有参议院 在91年 外交委员会 先弄一个 要设立一个 专门对付中国大陆的 广播电台的提案 91年 92年 美国的国会 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 讲说 哎呀这样刺激中国 太严重啊 所以我们不要 叫做自由 中国电台 我们叫做 自由亚洲电台 他干的事 一样是要伤害中国 要裂解中国 但他名字不叫这个 要来忽悠你 所以1994年 就通过了 通过成立这个 自由亚洲电台 就开始拨款了 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跟早先CIA成立的 那个同样的名字 但是路径不一样 1996年就开始广播 就开始运作了 美国政府是老板啊 那2017年 美国的总统欧巴马 又签署了一个 2017年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讲国防的哦 结果这个法案 竟然就管到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然后就规定说 哎呀 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以后由总统任命的执行长 来管 当然不止自由亚洲电台 所以你就知道 美国是把这个媒体 当成国防 当成情报的工具 他不是媒体 那后来不管他是 美国的国际媒体署来管 还是美国总统指派的人来管 一样 你这个人 你是总经理派的 还是你是经理派的 还是董事长派的 一样都是这个公司派的 这个公司叫美国公司啊 这个公司干嘛 要推翻别的国家 所以自由亚洲电台是媒体 不笑死人 他有客观性 有公正性 这不很好笑吗 他就是一个妥妥的情报组织 国防工具 就有一个人 出来说了老实话 这柯林顿政府的国务院 副助理国务卿 他的副手凯瑟琳 狄皮诺 他自己就说 这个自由亚洲电台啊 严重依赖流亡中的异议人士 这个还不够老实 他其实就是美国 透过CIA去搞了很多 疆独 藏独 港独 台独的人在里面主持节目 他要分裂中国 瓦解中国 是这一个自由亚洲电台唯一的主题 他有专门的维吾尔 维吾尔语的广播哦 对中国大陆内部广播 宣扬什么 仇视汉人 新疆要独立 煽动暴力 他支持恐怖分子啊 现在他的资源 他的经费 他的人 都是美国政府 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 美国在2021年有一个战略竞争法案 又拨款给这个所谓的电台 但这个不叫干预舆论哦 这个也不叫拿钱收买媒体哦 为什么 你要收买 表示他是外人 这个自由亚洲电台 根本是美国政府的自己人 他代表的是美国的情报组织 美国军方的立场 他的目的 是要瓦解中国 要把中国等同苏联一样对待 瓦解苏联 所以瓦解中国 假消息是应该的而已 立场都是服从美国政府的 那你再看看他 他成立的过程 一路拜登 柯林顿 欧巴马 你就很清楚了 美国长期的国策 这个就是要对付中国 要反中 要瓦解中国 自从裴洛西串访台湾以来 美国还有世界各个国家的很多的 所谓的政要 都好像在跑厨房 跑夜市一样来台湾 光是美国 八月来台湾的 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亚太小组的主席 马基 然后又美国印第安那州的 州长侯康安 一个接一个 要来干嘛 不是拜码头 要来叫台湾买东西 要来这里 要对付中国 昨天深夜 美国参议院 共和党的 布莱克本 昨天深夜11点多到台湾了 当然吴钊燮去欢迎去机场欢迎啊 布莱克本是美国 田纳西州的一个参议员 也是在美国国会里面 所谓的支持台独的这些议员 当然也就是反中的议员 那当然美国政治人物都反中了 而且他特别强硬 到台湾之前他在推特上面就写 他说中国共产党想统治全国 全球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反抗他 他的水准是这样的 中国没有要统治全球 是你美国要统治全球啊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立场 不是是非不是真相 权力拳头才重要 这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干嘛呢 就像我前面讲了 美国要搞颜色革命 要来颠覆别的国家 就是很重要的 文的有几个啊 媒体国会 国会媒体 二而一一而二 你要打宣传战 文化战 媒体战 当然你需要国会 所以美国这么多国会议员 一直来跑台湾 他当然是不怀好意啊 他前年二月提出来 台湾主权象征法案 台湾有什么主权 台湾是中国国土的一部分 但他压根就不承认 不然他不会提出一个所谓的 台湾主权法案 而现在又提出来一个台湾民主 防卫租建法案 一个一个都针对台湾 现在美国国会还有一个法案 叫台湾政策法 这些法案名字不一样 但都是一 要台湾买武器 台湾你的武器买太多了 钱不够 我借钱 高利贷借钱给你买武器 名字叫做我要强化台湾防卫能力 就卖武器 卖武器 卖军火 第二 就是我要制造一种台独的假象 让台独国际化 好像我美国承认台湾已经独立了 美国认为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 就是要把中国列解 他们现在要列解新疆 没办法 要列解西藏 没办法 要列解香港 没办法 美国现在列解中国 最大的希望 最方便的 又有利可图的 现在进行是 就是支持台独 把台湾从中国列解出去